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8月31号星期一 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部长叫潘恩 他在今天8月31号发表声明 说中国的官媒 中国环球电视网 担任主播的澳大利亚公民程磊 遭中国当局拘留 已经两个星期了 那么要求中国当局 就是说对澳大利亚公民 这个事情进行一个 我反正算是交代 那么澳大利亚的官员 昨天27号曾透过视讯连线 和待在拘留所的程磊 去通话 了解他的情况 就是澳大利亚还是在关心 还有在帮助自己的公民 关于澳大利亚这一说到之后 就引起了很多的各种的猜想 就是说为什么抓程磊 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澳大利亚政府 要求对新冠进行规议调查 导致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紧张 所以中国抓了澳大利亚公民 这个就是纯粹活儿八道了 这个肯定是不挨着 中国跟澳大利亚关系再紧张 也不会就是说这么瞎抓的 还有一点 程磊摆明了 就是一个精致利益主义者 知道吗 就是说别人是裸官 他叫萝卜 知道吗 他家人都在澳大利亚 早就移民了 身份都改完了 但是还在中国挣钱 在中国混生活 在中国挣钱是方便容易 他去到澳大利亚哪个电视台 或请他当主播 对不对 他在这当主播 中国挣的又多 就这么个意思 其实中国很多这种裸官 还有一些裸商 也都是这么搞的 你说咱们认识多少 中国商人家眷都在长岛 然后自己还在中国捞钱 对吧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点 就是说有人传言说程磊也是潜伏在中共的特务 他窃取中国的一些信息 这个更加的胡说八道 他是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一个主播 他得到的消息都是能播的 对不对 不能播的也不让他知道 对不对 他已经都播出来的消息了 还有什么机密不机密的 对不对 所以他也窃取不知道什么消息 而且最终来讲 他不是被国安抓的 他是被公安抓的 他是被北京公安抓的 不是被北京国安抓的 所以不一样 我们打听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程磊的情况 跟叫什么锐成刚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情况 他跟锐成刚性质也差不多 这种官媒的这些主播 他没有 他不是什么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 他不是锐成刚追求民主 追求自由吗 不是的 他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是好处 就是说我移民在国外 我在中国捞钱 捞了钱 我去海外买大house 买豪宅买豪车去 他是这么一个心理状态 他也不是他不参与政治 所以跟什么中国澳大利亚 之间的政治关系没有关系 也跟国安没有关系 他跟锐成刚一样 就是涉及到一些 算是一个经济问题 但是刚好他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 所以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来讲 因为是我的公民 他已经入籍了 我对他就要有一个责任 其实就仅此而已 不涉及到任何的政治 或者什么机密文件 都没有 大家就不要瞎猜了 跟锐成刚一样 当然由于他们的这些身份特殊 他们接触的一些人 级别比较高 锐成刚接触的级别也是比较高 对吧 传言了很多什么令先生的夫人 不当然令先生的夫人 后来自己也辟谣了 说你们别胡辣道 我们俩没有那种乱一八糟的事 咱就说这意思 对不对 他们这种主播反正就是接触了一些 这种上层人物 但是基本上的不涉及到国家机密 什么的 更多的就是一种这种权力的一种利益交换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东西 好吧 所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 给大家交代一下 好吧 这期间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